初中的时候我就非常想拥有一台自己的拍立得 但是对于那时候生活费不多的我来说 500块的拍立得实在是太贵了 直到前段时间生日的时候 闺蜜居然送了我一台造型很特别的拍立得 我怀疑她买来其实是想让我出一期视频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拍立得到底好玩在哪 拍立得要买哪款 一共需要花多少钱 总拍才能拍得好看 以及一些常见的拍立得的错误使用方式 等等 可是我一个猛男 为什么要看拍立得科普呢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 如何劝阻女友买拍立得 可能有些男生会不太理解 他不就是想拍照吗 他不就是想要个相机吗 为什么拍照不买微单相机 想要拍立得网上不是也有把照片打印成拍立得画框的吗 为什么非要买一个拍照都模糊的拍立得 其实一台拍立得可能对于女生来说 它就像是一个可爱的玩具 当然对男孩子来说也是的 至于什么成像锐利 镜头虚化 性价比 那其实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 很多时候喜欢是一件很感性的事情 喜欢它的理由也很简单 只是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 兴趣又没有足够浓厚到 舍得花几千块钱去冲一台单反 相机的外观也要足够的好看 放在家里是个优雅的桌面白件 拿在手上带出门又是一件时尚单品 还喜欢那种把照片拿在手上 贴在手杖里挂在墙上的实体感 甚至挂满一面墙 记录我的工作 我的旅行和我的心情 像纸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相框 写上不同的字 让每一张照片都变得更加惊喜 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拿出相机 拍完一张照片 大家一起慢慢等待显影的过程 最后分享到朋友圈的 也不是一张简单的拼图 而且普通500到1000的拍立得 加上像纸 还是比许多入门微单的入门门槛更低的 那假如有些摄影爱好者觉得 你说的这些还是没有办法打动我呀 那你想试试 人生的第一台莱卡相机吗 抵大一级压死人 比起别人只能有mini相纸 你想试试看 相纸大两倍的宽幅拍立得吗 甚至你还可以买到 已经停产的一次性成像相机 风情相机 探索真正的摄影文化和摄影历史 一开始啊 我以为闺蜜给我买这台珊瑚色的 宝丽来玩Step2 是因为这款拍立得是宽幅的 底大清晰 结果他告诉我 其实他看中的只是这个外形 适合我 肤浅 宝丽来的设计理念就是 外观让人眼前一亮 复古又不是精致 色彩活泼又不是高级 照片又是宽幅 整套下来可以说是和普通拍立得非常不一样了 能有的功能也很简单 插入相纸 打开电源显示剩余的相纸数量 定时拍照 闪光灯可以控制开关与强弱 这就是整台拍立得的所有功能 那么这么好看的相机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首先是宝丽来保持的优良的传统 相纸不稳定 显影时太冷画面就会偏冷色 太热就会偏暖 没有自拍剂 理由是以前没有 现在也没有啊 甚至有网友去问了客服 客服的回答是 建议您这边自己练练 你的建议很好 下次还赶 还有就是贵了 One Step 2是17年的产品 现在已经不是最新款了 珊瑚色限定售价850 这还不是问题 宝丽来专用相纸120块8张 也就是15块钱一张 告辞 别慌 如果只是入门拍立得 还是有非常合适的选择的 这里我先放一张详细的选购指南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或者是先点个收藏 之后再来仔细看看 这是我在闲鱼250收的全新 还送一堆配件的富士迷你7C 富士迷你系列 可以说是救过了整个拍立得市场 足够低的入门门槛 再加上相机可爱的造型 还有许多联名款 可以说就是瞄准了大家的少年星 所以想送礼的男孩子们 你们懂了吗 比如我一直都很想要的一个懒单单的联名款 每次在商场看到都会恋恋不舍的多看几眼 mini系列属于入门机器 功能也很简单 mini 7 mini 9 不可以关闭闪光灯 没有自动曝光 可能需要几张相纸的学费来稍加练习 详细的可以查看这张表 不过好在mini相纸足够便宜 4块钱一张相纸 大小就是我们熟知的拍立得的尺寸 建议第一次入门的小伙伴 买一个机身 加上两到三包相纸就可以了 富士的相纸还很稳定 对显影和保存都没有特别的要求 只要不是极端的环境 大约可以保存个十年左右 如果你想和普通拍立得看起来有所不同 显得更加专业 但预算也有限 富士外的300 一张相纸顶上两张mini相纸 不仅仅可以用来拍合照 更大的画面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且这个6块钱一张的宽幅相纸 比起保利来15块一张 简直不要钱好吧 假如你的预算到了1000以上 那就有意思了 富士mini90 依然是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mini相纸拍立得 多重拍摄模式 自动曝光 可控闪光灯 最关键的是 这是富士拍立得中外观比较有特点的 LOMO也是老牌拍立得厂商了 相机外观审美在线 可复古可高阶 就算是带出门不拍照 也可以当一件时尚单品 不知道各位喜欢哪种外观呢 LOMO除了mini相纸系列 也有宽幅和方形相纸系列 还有其他几款以更换镜头 或者是玻璃镜片为卖点的机型 基本售价都在1000以上 然后就是莱卡拍立得了 有谁能拒绝得了莱卡呢 比起LOMO复古的华丽感 莱卡的外观简简单单 低调极简 但极富有设计感 得天独厚的优势 非常明显的标载在产品上 拍立得中还有比较另类的 树膜拍立得 可以理解为数码相机 带上打印的功能 拍的一张照片可以多次打印 虽然数码拍立得 可以说是没有了原本的仪式感 但它是个很折中的选择 一张照片可以多次打印 比如之前我和朋友 难得拍下合照 但是我会把好看一点的那张给朋友 多多少少自己还是有一点点遗憾 在这里还想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使用中常见的问题 比如很多入门拍立得是不能关闭闪光灯的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对着镜子自拍 不然你就会像这样 获得黑夜里的一颗心 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小伙伴喜欢拍完甩一甩 这样显得比较快 其实现在的相纸是不需要甩的 以前最早的拍立得是用药水显影 所以需要去甩云和甩干 现在的拍立得显影 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拍立得的取景器 基本上都是一块透窗 和镜头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摄影里管这个角旁轴 就好像你的左右眼 假如拍远的物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拍摄近的物体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你稍微调整一下相机的位置 来完成构图啦 什么叫旁轴摄影 我刚刚看的是这里 然后其实它的镜头在这里 然后拍出了什么呢 哈哈 这就是旁轴摄影 本来我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闪光灯自拍 真的好恐怖啊 我不想再看到这张照片了 那么这里也分享一些拍摄技巧 拍立得拍的照片一般颜色没有那么鲜艳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简单整洁的背景 身上也可以再有一些强调色的道具作为点缀 闪光灯打开或者是自动 这样一张最简单的拍立得就成功啦 那如果是稍微复杂一点 从原理上讲 拍立得的动态范围十分有限 不能在光比过墙的地方进行拍摄 我们可以在光线好的地方 比如是室外或者是窗边进行拍摄 构图呢 新手最好先从横平竖直入手 在你喜欢的背景下突出拍摄主体就好啦 晚上光线不够充足的时候 相机会自动开闪光灯 假如背景光源亮度不够 在室外基本上只能得到一张人意加纯黑的背景 如果是室内离闪光灯够近的物体可以正常曝光 但是离得远的也很容易暗的看不见 建议在室内可以选择离背景稍微近一些 或者是靠近里面有颜色的墙 可以让整体的观感更加明亮一些 你也可以用多张拍立得 拼出一张完整的景色 你学废了吗 如果你有你觉得自己拍立得拍的好看的 或者是有趣的照片 也可以分享到这个邮箱 在这期节目发出之后 我会挑选出比较有意思的作品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记得交作业呀 好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制作视频不易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个三连支持一下呀 那么我是切莉 咱们下期再见吧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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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